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我又看到了曾经被拳王抵制的刘浩存 又一次的出来搞宣发了 林一刘浩存是哪里来的小可爱 还原歪嘴小猫表情包 浩存静态外嘴 简直和小猫一模一样 林一则是动态外嘴 你是准备让大家做成洞服是吗 还原害羞小睡她表情包 俩人也是可爱的不像话嘞 最后还原小狗贴贴 男帅女美真的好养眼 据还没播我仙客为敬 翘般配我说的 林一刘浩存现场还原表情包 真的好可爱啊 我在之前节目中说过 刘浩存他身上就是有原罪的 他根本就不适合在娱乐圈里闯荡 影响相当坏 你想想他父母把别的孩子给弄残疾了 然后法院要求你赔付 他还赖着不给钱 结果自己的孩子要火了 就抓紧时间一把把钱给付干净了 这样的老赖之女能出道 其实就是对我们内鱼底线的一次嘲讽 虽然现在内鱼也没啥底线的 但是今天我们不去说刘浩存爹妈的问题 我们就来说像刘浩存之流 明明没有什么实力 现在却是各种营销 不知道呢还以为它是啥国色天香呢 业务无敌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一下 看看有没有你也觉得确实魔幻的部分 别忘了老规矩 如果说到你也认同的观点 就弹幕留言一个钟吧 首先一代名灵刘浩存 刘浩存之前消失的节点 是什么的 是龙马精神宣传时 特意把所有有关于刘浩存的信息 有意的给隐藏了 表面看这还是挺好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没有刘浩存呢 结果买票的时候 哎是傻眼了 合着弄了半天 片方是明知道刘浩存 被抵制怕影响票房 所以故意隐瞒了参演信息 然后反正是你也买了票了 你奈我何呢 这种赤裸裸的诈骗 比刘浩存参演本身更恶心人 有没有跟我一样 当初进了电影院 感觉上当受骗了的 我凑一凑一凑一凑 感恩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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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其实 我在电影里面看到你有很多猫腹的那个成绩 说实话 很猫的超级目的漂亮 但是 我很心疼 你让我心疼以后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多笑一下好吗 给谁写的信息 给多小宝 小宝写的 谢谢你这个 听说这部戏成了这个德行啊 成龙大哥对浩存妹子 那是怨念颇深呢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这部电影确实也是相当的烂 那么现在刘浩存的团队 可能是看着现在舆论已经趋于平静了 于是就开始跳出来 开始营销刘浩存了 各种离谱喜勃勃的方法 大致就是可爱 清纯 演技好 要不是一路看着刘浩存事件全成的啊 我还真以为这是哪里出来一个超新星呢 结果一看这不刘浩存吗 来看看刘浩存被吹爆了的神演技 我总是能看到两个人在这儿 往来往去 往来往去 全聚放下光 说不是 今天你告诉我是不是太坏了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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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么教 你别这么教 那么各位啊 我们就说说刘浩存营销的这几点究竟尬不尬 那么你们先说说你们觉得尬不尬 尬的扣一 首先第一条苦耐 大家通过搜索就会发现不少刘浩存卖萌半可爱的动图或者视频 怎么说呢 确实他有些人他就吃着一套呀 但是可爱 半嫩 清纯 往往伴随的 就是无知 愚蠢 有没有道理啊 因为脑袋空空 所以才有呆萌这一说嘛 是吧 你看那些很精明的 然后还很可爱的 那绝对就不是天然呆 那就是虎天在营业 这里我们点名的就是那个 喜欢半可爱的余淑欣 刚满18岁 当然不是他说的 他是玩物 一看就是精明到骨子里 是不是还在那装可爱 这个我们以后节目再说 这个系列也会聊到他 然后刘浩存究竟是不是天然可爱呢 好说 但一定是用意过猛的 你比方说 就算他真的是2020年生人 为什么不要说就算呢 是吧 因为在某词条上 刘浩存的出生年月 竟然存在着争议 活人的出生年月 出现了争议 这也是活久见了 是不是 你让那些过去世间存在争议的人 怎么活呢 但是不管怎么说 刘浩存 起码 还是个成年人吧 对吧 还整小学生 回答问题 局势势势那一套 我是不是用叠词了 好坏坏呀 还有那经典的采访名场面 面对张艺老前辈的身份 刘浩存笑称 张艺老是努力型选手 四字弟弟努力型选手 只有我 天赋型选手 刘浩存有多会夸奖别人 张起仪的有一个表演 我觉得那个很打动 张岛确实很认真 很勤奋 我跟一哥合作两部戏 最让我觉得 佩布是 他就是很努力 我记得你最近说过 要像杨千玺 学习 是吧 他也属于那种比较努力 并且贡献了经典的名场面 哇 好清纯呢 清纯的我跑度拉西的 而刘浩存的粉丝最迷的 就是存直微笑 这一笑起来怎么说呢 就是那种你贴贴的微笑 就像五美子家 那你们觉得刘浩存 究竟是不是在装存呢 觉得装存的扣衣 觉得不装了口味 于是乎 现在团队可能是觉得 刘浩存已经凭借着四海等作品 充分证明了自己的笑容有多挺 你先进去吗 没有 傻子还会先进去 这一次就开始组织各种小号 开始营销刘浩存的演技 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些视频 原来乃哥音也能演得这么自然 曾经我以为的乃哥音 就是他很好 对我也很好 可是他对谁都很好 看了刘浩存的乃音后瞬间get到了 我又一言 你俩手机落约了 你得跟我道歉 你道歉 是我不对 我道歉 你妈的这次我承认你有天赋了 干什么你饭我好吃啊 他一波 你怀我好伞 清醒一点 信了 存子姐确实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 演技细节真的很好品 走出餐厅这一段 因为地上有撒掉的可乐 别好存自然的将灵衣扯过来 醉酒后是耍酒疯的小可爱 奶生奶气要男主道歉 在医院因为难受翻来翻去不老实 被男主扒拉之后 嫌弃的小声嘀咕 单子黄了 自己坐着生闷气 男主安慰 一边倔强的说着自己不生气 一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最后控制不住的掉出来 没有夸张的五官乱飞 护衣装点 强行皱眉鸡眼泪 眼神有戏 说哭就哭 真的代入感极强 刘浩存真的很会拿捏细节 好会演的好棒呀 好普通啊 是吧 这什么玩意儿啊 就看这段被巴掌删的戏 是不是 这反应就好像知道别人要来删自己 你快来 你快打我 快打我 你打完了是吧 下一回该我了 反应极快 就算是山尔光大赛 他都有个痛的反应呢 对不对 你搁这玩回何制呢 这公宿你出的红叉呀 还有 我觉得 这次有人确实不是水军去洗白刘浩存 对吧 他就是觉得刘浩存演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更多的是因为刘浩存这次 他是演了一个拽姐 对不对 赶紧滚 让你弄 干什么 让你弄啊 再没有弄死 过来把我们这儿收一下 爽 你肯打我 我打的就是 小刘 你有病吧 你在这儿装什么好人 你有病啊 我问你是不是可怜我 你有病啊 拽姐是演法 那么一个特点就是爽嘛 就是原先刘浩存的那个傻白甜的那个形象 这次来了一个翻转 你就觉得他突破自己了 对不对 是吧 心理率这种自然抹平演技问题 还有 拽姐的拽 加上又能哭得出来 这就算有演技了 我觉得 好吧 你粉丝开心就好 我就想说一段 就是自我催眠崩溃的这场哭戏 刘浩存是这么处理情绪的 我说的我不是他 但为什么我能看到他的气 为什么我能看到他的气 我总是能看到有个花眼在这儿 又回去 前面你告诉我 是不是他要回来了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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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不叫我 我不说好会啊 毕竟这个演技这个玩意的吧 一个猴 一个核 一个核 但是 对比刘浩存 动作片演员出身的史泰龙 是怎么处理情绪崩溃的呢 由宣泄到缓和 再到崩溃 最后寻求安慰 每个部分过度自然 而不是像一个病胶一样 在空中滑魂呢 所以现在的粉丝 借着营销后 买通稿的这个便利 可通锤 是不是 可算是逮住了这一波热度 就想把刘浩存洗白了 就好像你家存子 就算真的演技好 就能掩盖出他家那些 原罪问题一样 祸不及子女 惠不及家人 懂不懂 说到这里 刘浩存真的不配在娱乐圈里立足 除非他们家能让那个 被他们整残疾的小姑娘康复 对不对 你刘浩存练武受了点伤 你就去针灸 可是人家小姑娘 站起来都是奢望呀 还被你刘浩存扣上一个 恶意扩大损失的帽子 你刘浩存 头戴小皇冠 戴着八宝丽的围巾 去参加毕业典礼 享受无限风光 小姑娘呢 却因为你们家老赖的行为 连并都没钱看呀 靠着每个月四百块的 低保钱过日子 关键是 致人伤残的刘家 代表刘浩存 竟然出席了 残联的晚会表演节目 真是迷惑呀 自今而后 我愿尽我所能 理解 尊重 关心 帮助残障人士兄弟姐妹 用爱的芬芳 为他们送去温馨 如果 什么犯罪家庭都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娱乐圈 那娱乐圈不更是成为了藏屋 那够代代传承的垃圾圈了吗 如果这一波刘浩存洗白了 那么肯定像张艺谋这些跟刘浩存 他说不清道不明的大导演 又会借着粉丝的这股细劲 重新把刘浩存启用起来 说到张艺谋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是怎么被 就被刘浩存拴住了 是吧 关晓彤好不容易在他的电影里面 终取到了他为数不多 可以参与到大制作里面的机会 结果呢 张艺谋亲自说明这个角色 是为刘浩存准备的 选他的时候不是一秒钟 是因为没影 那时候就关晓彤演这个角色 找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孩子 所以那时候他在念高中 我们在考生的考场里发现了他 就觉得这个小孩很有灵气 眼睛会说话 所以那时候就看中他了 但是后来呢 因为影这个剧本又进行了修改 年龄调大了 所以就没有合作成 得 关晓彤这下成了那个被挑剩下的了 我真的很难想象啊 关晓彤这个角色 刘浩存来也能演出什么特性呢 你就不敢想你知道吧 而且张艺谋对待刘浩存的夸赞 是从来不吝啬词汇的 我就跟他说 我说浩存你就是适合吃这碗 所以他是一块当演员的料 他身上有一个骨劲 因为他演员的角色 这是一 第二 他眼睛会说话 眼睛大 这样子就像 两个灯一样 但是就像这种感觉 然后当然还要聪明 还要能完成我们所有给的任务 还要领悟力强 还要一张白纸 还要能接个任何戏 没有拍过任何广告 没有拍过任何网剧 等等等等 还要历史清白 还要政治正确 好家伙 几千年才出了这么个玩意 更奇怪的是 一向片场脾气 暴躁的张艺谋 在遇到刘浩存 犯错的时候 竟然温顺的 好像一头老绵羊一样 还有十五分钟 就是这个大师老师 春不算就明天再来 拍好后天再来 不要再政治 小孩不等这 能力说十五分钟 我政治上 你说会干嘛 咱们一直往下拍 只能开好算 明天来 后天来 大后天才来 拍谁 闷条斯里的 手把手教学 还美其名曰 他就是吃这碗饭的 金鸡奖颁奖 代表作一秒钟 仅仅才上映了 一天的刘浩存 竟然在所有青年演员 阵型中 占据了C位 那么各位 你们觉得这是正常操作吗 显然背后有猫腻 显然背后 就是有那种 无形的力量 然后就是各种资源用捧 各种综艺上涨 于是就有了一个又一个的刘浩存名场面 傻瓜 都给我中手 阿福 保护小鱼 为了我吗 对 离开这里 告诉我 就是阻止不了他们的爱情 我怎么把小鱼和阿福的秘密说出来了 他们是真心想 什么为啥 我有法力 是看不透人心 不是为了你好 就这演技啊 我就跟你说在电梯里 我都不敢公开放 你看什么呢 我没看什么呀 你是不是看毛片呢 我没有 你看刘浩存 不 我看毛片呢 是吧 就刘浩存这个表现呀 是吧 我觉得普通人保养一下也能行 用这款赫恩黑能量水乳 很适合脸上长的这种出油 脱皮泛红的朋友 洗喷抹三维一体的搭配 首先2加1副配型 氨基酸洁面乳 纳米级的泡沫 富含了多种直脆舒缓精华 不但能轻松洗掉脸上的油脂黑头 还不会刺激到肌肤泛红敏感 拥有控油无刺激双功效报告 非常适合秋冬季用 轻松洗出干净丝滑的男神脸 然后再简单喷一喷抹一抹 轻松舒缓锁水控油 拥有48小时保湿锁水控油 紧致舒缓四大功效 十大十的做到了一套多效 三明治补水体系 加上直脆控油组方 三黑提取物 不仅可以舒缓受损的大红皮 增强肌肤韧性 告别暴斗掉墙皮 哪怕你是整天熬夜打游戏的同学 也无惧游击暗沉 幸福亮眼告别卷容 分分钟成为旧一扫女的梦 贺恩黑能量水乳 百元到手三大劲 还有四重专利价值 妥妥性价比之选 毕竟贺恩是十几年的老国货品牌了 产品可靠有保障 男人嘛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评论区置顶安排了大额优惠圈 赶紧扯扯扯吧 刘浩存出道本身就炸裂的资源 在张艺谋代表的资本下 一次又一次的创造着恶心的奇迹 著名的悬崖之下 是吧 我觉得还喜欢这个片子 余和文啊 朱雅文啊 张艺啊 千凯露啊 等等演技派大咖 围在刘浩存身边 而刘浩存饰演的革命党 天赋异禀 却像个涉事卫生的小吃娃娃一样 小羊服穿着美滋滋的 绣着自己的白莲花演技 我要给你盾牌骨 就这种演技啊 就被好蕾一通夸是吧 怎么可能一个正常人 然后再表演思考 我对表演思考这件事情 是极其不能理解 嗯 哎呀 你理解演员这两个 演员嘛 我突然就想起来了 嗯 有位老师说 演员 嗯 天阳老师 嗯 嗯 对 这里 会播出去吗 然后又是代言了 中兴 卡迪亚 这些大牌 那你们觉得他能撑起来现在的这个身价吗 扣一的能 扣二的不能 他显然他不能啊 关键是 最恶心的是啊 就这样的刘浩存 竟然还被安排领各种奖项 与他争奖的都是谁啊 张子峰 张小斐 这些演技派 哇 也不知道是谁认可他的演技 可笑的是 讲还没班呢 刘的团队已经把词条 镶上了应后的金边 被网友看到这个小动作之后啊 网友们就自发开始抵制 舆论声音太大了 导致了最后 刘影后 让位于你好李欢迎的张小斐 人造紫微星 足可见已经引发中度了 关键是刘浩存 还一直觉得自己很优秀啊 不断在采访中表示自己是天赋型选手 是 你天赋 你发个博文 还得是超了别人两年前发布的博文 你自己原创一个博文 能累死你吗 怎么不是呢 就是因为各种黑料缠身呢 而且还是洗不白的那种啊 但资源就是往刘浩存身上硬塞 你是怎么办呢 刘浩存被评选为最受大学生欢迎讲实 正在发言的他 你看台下那个网友的表情 那就是最直接的反应是吧 更直接的反应是四海的爆雷啊 本来大家都看好的四海 凭借着全员阵亡的剧情 和刘浩存庆祝全员阵亡的微笑 让热闹的大年三十 蒙上了一层诡异的气氛 于是 有着这么多争议与黑料的刘浩存 想凭借着风生过去之后 团队投入大量浆费给水军啊 给自己这个有着原罪的资本产物洗白白 我不知道哪些支持他的人 究竟是粉他什么 我也不知道在如今 有这么多替代品的内鱼垃圾卷 为啥他们非要执着于一个四不像的艺人 可能犯圈 真的很疯狂 那么有着原罪的刘浩存 被张艺谋硬碰出来 却被民众抵制 是吧 被张艺谋放弃了 那么张艺谋手下 另一个有争议的某女郎周东宇 为啥口碑一直插到死呀 要知道他可是个演技派呀 而且他那个奖项含金量还是挺高的 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周东宇 被全网群潮的这个现象呢 请看下集 全员恶人之庄纯派周东宇 感谢大家支持 再见